今天这个视频的话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小章节 Understanding Gas Pressure and Atmosphere Pressure 那我们这边会介绍气体的压强还有大气压强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快速的总结 3.1的 Pressure in solid的 然后3.2的 Pressure and Liquids 那它们其实蛮简单的 它就是用P.F除以A和P.RollGH的公式应用就好了 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是Liquid的话 我们通常会误会或者是犯错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深度的距离 深度的多少 那边我们通常会犯错这个地方 所以稍微注意就好了 那接下去我们看Gas Pressure 什么是Gas Pressure 那我们讲压强的定义 压强定义就是单位面积所受到的力多少 叫压强 那在这个气球里面 我们有装着气体 气球里面有气体在乱窜 就是无规则运动 里面有很多的气体粒子在做无规则运动 那它们就会互相的碰撞 然后去碰撞我们的气球的臂 然后过后就会弹回来 那就是一直重复这样子的运动 那当我们这个粒子有一定的速度去撞 气球的那个臂的时候 那个边缘的时候 那这时候因为我有速度嘛 那代表这时候我会产生一个粒咯 也就是Newton Third Law讲的作用力反作用力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弹开 那气体粒子就会弹开了 那这时候我们作用那个粒 就会让它产生一个压强 好啦如果很多粒子撞的话 那这个的碰撞力就会很大 那我们就会有一定的压强 所以这里的Gas Pressure定义就是一样的 也就是单位面积所受到的粒 然后这个粒虽然是对一个粒子而言很小 然后我们讲一颗粒子撞边缘的话 可能那个压强都不足以我们去写出来 但是如果你想了很多的空气粒子 里面Balance 这个Balance里面有很多粒子 在一直不断的碰撞这个Balance的B的时候 这个边缘的时候 那它产生的粒就不会是一个很小的值的 它蛮可观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压强就会有一定的值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是Balance of Air Molecule 会Move in Random Motion 它们会做无规则运动 然后它们就会跟我的Inner Wall 就是Balance的内壁一直碰撞 那这时候就会产生粒到作用粒反作用粒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有单位面积上所收到的粒 那压强就这样子出来了 所以这边讲的是 Air Pressure is the force Exacted on the surface by Air Molecule per Unit Area 它其实就是压强概念 所以我们这边3.1讲压强概念过后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理解 气体压强是怎样产生的 它也是由粒子去碰撞而产生的 那固体的话我们有一个食物嘛 Liquid的话我们懂液体的分子 OK去挤压你们 那有什么又是Atmosphic Pressure 大气压强 那大气压强的话跟Gas Pressure是一样的 只是它这时候碰撞的不是Inner Wall了 不是一个有一个内壁给它碰撞的 那它碰撞的是什么 它碰撞的是地球表面 所以有很多的空气粒子会一直不断的碰撞我们的地球表面 那碰撞的次数增加的话 那这个值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大气压强里面 其实也承受某个一样一定的值 被这个大气压强挤压着的 所以什么是Atmosphic Pressure 它是一个利矮的 它这个空气粒子的碰撞力 然后去撞我们的地球表面 然后也是一样啦 单位面积上所收到的利是多少 所以这是大气压强的定义啊 讲解 那我们大气压强是随着什么变化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会看到 右边这个图给你看的从Sea Level 然后去到1000米3000米6000米的高度的时候 我会发现到我的Ballon到最高的时候就爆掉了 因为我们里面的压强可能大于外面的 那就撑破 或者是外面的压强小于我们里面的气压 好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知道它跟高度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的大气压强 Decrease with Altitude 也就是你的距离越高 你的高度增加的话 那这时候你的压强 大气压强就会减少 为什么有这个原因啊 为什么你的大气压强随着高度的增加 反而是减少的 那我们要理解就是 Atmosphere pressure产生原因是因为空气粒子不断的碰撞 那这时候如果你到了某个高度的话 我们理解越高的地方空气越稀薄 那这个稀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空气粒子变少了 所以当我们的粒子变少的时候 碰撞的次数也跟着会变减少 那这时候我们在高低的压强 大气压强就会减少 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做一段文字解释 如果你在很高的距离的时候 我们的Density of the air is lower 我们的密度就会减少的 那密度减少的话 这时候我们的温度 OK温度啊 也是会下降很多 好了这些因素 它的粒子变少了 然后它的温度又很低 那你让它碰撞的次数会大大的减少 所以高度的增加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的粒子变少了 因为Density of the air is lower 那这时候我们的粒子变很少了 OK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温度降低了 那温度降低怎样去影响我们的大气压强 温度变低了过后 粒子碰撞的次数也会减少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产生单位面积的力 这个容器装满水 然后你擦吸管了过后 你把吸管的边缘都蜂蜜 然后你试看去吸这个饮料上来 基本上你是吸不上来的 因为它为什么啊 我们这里在吸的时候 因为有大气压墙 大气压墙就会挤压杯里面的饮料 进去吸管里面 然后它就会进去你的嘴巴 所以你看你在吸的动作的时候 你做什么 你吸的动作的时候 你口腔里面的空气力只是减少的 所以这时候大气压墙 大于你口腔里面的压墙 那我们的饮料就会上来了 可是如果你在吸的过程中 你嘴巴是打开吸的话 你很难吸到水上来的 你很难把饮料吸上来 你可以试看 就是你一边吸饮料 然后你的嘴巴另一边是开着的 那你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把饮料吸上来 所以这是大气压墙的功劳 好 再来这个 黏玻璃的毡 黏这个魔鬼毡 那这个时候也是利用 大气压墙的概念去操作的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会挤压里面的空气出来 那为什么要挤压里面的空气 那里面的空气如果消失了过后 里面碰撞的次数就会减少 那也代表压墙小很多 那我们的大气压墙如果大锅里面气体的压墙的话 那它就会牢牢的把它靠在那边 不会掉下来的 那如果要怎样增加我们的效果呢 就是如果我要给它更长久黏着的话怎么办 我可以在黏之前先抹干净 用干的布先抹干净 然后过后再沾一点的水 在细盘的周围 然后再把它黏上去 那这个时候效果会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空气没有办法再进来了 所以空气没有办法再进来的话 我们的压墙 大气压墙就会把它牢牢的靠着那一边 不会动 所以如果要把它拆下来的话 很简单 你不用使用蛮力的 你只需要用一根细小的针 从边缘里面吃进去 它就会掉下来了 所以这个是大气压墙的功劳 然后再来这个炼乳倒的过程中也是一样啦 如果你要倒的比较快一些的话 建议你在另一端开一个孔 那这时候大气压墙会协助你把这个炼乳也倒的比较快一些 还有针筒 我们在打针的时候 我们要把针的药物系上来的话 我们也需要大气压墙的帮助 也就是我拉上去的时候 因为针筒里面的空气压墙比较小 大气压墙就会把我的药物注入进针筒里面 还有我们的这个Vacuum Vacuum的话我们的里面的风扇在操作的时候 它把风吸去另一端 所以你会感觉到为什么我们在Vacuum的另一端是有风扇缝出来的 原因就是因为它要制造这里是没有压墙的真空的状态 然后大气压墙就会把我们的灰尘啊杂物吸进去 还有这个的话是利用高度的差别 然后我们进行转移那个水去另一端 所以这一边的话可以自己再加试看呢 有一点技巧的 我可以把这个桶的水转移去另一杯的水 但是它有一些技巧啦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再示范给你们看 我如何把这一杯不借助任何外力的器材啊 就是这样子的摆设 然后让A烧杯的水转移去另一个烧杯的水 然后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完成这个动作 所以这边我们给你六个大气压墙 协助我们完成的 所以如果没有大气压墙的话 我们生活其实还蛮困扰的 那接下去我们要介绍的是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atmospheric pressure 测量大气压墙的仪器 那我们首先会介绍第一个就是14 barometer 那这个东西会在物理实验室 你每次经过都会看到的 你进去物理实验室的门的右手边 在白板的前面 就是会看到这个东西的 它就是一个箱子里面封着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14 barometer 那它的原理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边我们有写 mercury barometer 其实它跟水银气压剂是一样的 这个它们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它是封闭在我们的物理实验室里面 然后它有很准确的main skill跟vernier skill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算 我们只要看这个可度就可以知道 现在这个水平我的大气压强值是多少 那操作原理是跟水银气压剂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后面会再详细的介绍 这个mercury barometer 那这边的话它要你注意的是这边 我们的管啊 这个fortune barometer 或者是mercury barometer的tube 它的diameter 就是试管的直径和长度不会影响我的高度的 就是我的mercury level 那这个我也会再往后那一个mercury barometer 再细讲多一次 所以第一个是fortune barometer 然后另一个的话是aneroid barometer 那这个是不需要利用水银的 它是一纯指针罢了 就是一个盒子 这边有一个metabox 这边有一个盒子 然后它就靠你的气压的变化 然后告诉你这个指针 然后我这时候气压是多少 它操作原理是怎样啊 操作原理就是当你的气压很大的时候 它就会挤压这个盒子 然后因为挤压过程中我们的指针就会移动 所以它就告诉我这时候的大气压枪指是多少 那如果我往高山去的时候 那我们的气压减少嘛 我的metabox就会展开 那这时候指针的又有变化了 所以这是它的操作原理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好处是不需要利用任何的liquid 不需要利用水银 然后它通常在什么地方可以装啊 它通常是装在飞机上面 因为我们飞机在驾驶的时候 要侦测我们的大气压枪指是多少 所以我们会使用aneroid barometer的概念去操作 因为它不需要利用任何的liquid 任何的气体 它只需要靠周围的大气压枪来告诉我 它的指是多少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应该有看过 初三的话 那么初三还是初二老师在搅大气压枪的时候 它会给你看这个盒子 一个圆形盒子来的 那这个的话我们在出装 我稍微介绍过了 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重点了 就是mercury barometer 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去 一直会用到的东西 我们会利用它的原理解释 或者是做运算的 所以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讲解这个部分 那mercury barometer有什么特征呢 它就是用mercury去装的 它怎么操作 它有水银 然后过后它有一个很长的试管 那尽量就是一米左右的试管 然后这个试管的话 你把它注入满了过后 然后倒扣在水银里面 好那这边同学要注意啊 因为水银是有毒的 我们也不鼓励你做这个实验 那我们这边是跟讲解它怎么操作的 我们拿一个很长的一米的试管 如果没有试管也没有关系 只要是一端开着 然后另一端是封闭着的容器 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的 然后我们尽量找一米的长度 那这一米的长度的试管 我们把它注入满水银过后 我们把它倒扣在这个水银盆里面 然后我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水银会下降 水银的水位啊 它就会下降 然后一直下下下下 那如果你是在海平面 C level做这个活动的话 这个水银它就会卡在76cm 它就下不去了 所以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操作啊 如果你是在水平面C level 做这个活动的话 这个水银它会从一米 然后掉一直掉一直掉 但是它卡在76cm就不会掉了 那不管你想把你的试管调 例如这样子 你把你的试管变斜一点 然后或者是呃你拿提高一些 然后它的高度这边 从你的水银面到这个最高的水位 都会维持在76cm 那不管你diameter变多出都好 也是会卡在76cm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那我们看原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有大气压墙的存在 那大气压墙就会挤压这个水银 不让你再往下掉了 所以这时候它不往下掉 原因主要是因为有atmosphere pressure 帮你顶着 它就会在这个水位外面 这个外面卡着你 不要给你往下掉 所以就只能卡在76cm 它条件是什么 它条件只能用水银 如果我们讲它要卡在76cm 我们用的液体一定是要水银 然后条件另一个就是在Clevel 一定要在海平面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Mercury Barometer 你要懂的东西 你需要知道的 在Clevel的话 我们的水银高度会卡在76cm 然后接下去的话 这边有稍微注意 叫你注意东西啦 尽量用后一点的湿管 然后OK 然后这边它下降的过程中 这里是呈现真空状态的 这个我们也需要知道它是真空的 如果有空气的话 代表里面是有压强的 那唯有真空的话 里面就不会有压强 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粒子碰撞 所以如果有少许的空气 那里面就有压强 它就会影响我这个Mercury Barometer的活动了 我的位置就不会卡在76cm 好那么往后再看多一次 好那这边的话 我们看有一个公司 好了 请问大气压强的指是多少 那我们这边就要做计算题了 我们不是计算 我们做一个公司的应用嘛的 好那这个是我的Mercury Barometer 我里面装的是水银 那刚好已经讲了 如果你在C Level做的话 0米的位置 C Level 然后我们的这个水银高度会卡在76cm 然后我们这边有大气压强 好那请问大气压强的指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用在Liquid里面的公司 P等于P等于Rho水银 Rho水银 G H 那我们把它相称呢 大约它的指在1.01乘10的5次方Pasca 我们把它相称的话 好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边用Liquid的公司P等Rho水银 而不是有新的应用公司吗 例如我们讲 Solid的话我们会用P等F2A 然后Liquid的话我们会用P等于Rho G H 可是为什么Gas的话也是用Rho G H 那它的原理在这边 好把这个图放大 当我们在挤炸气压墙的时候 好这边 这里有很多炸气压墙嘛 它顶着 那如果我的水位就不再往下掉的话 代表我这时候是Equilibrium Equilibrium的话 那代表我们的上下两个力 在液体里面 在水银里面 我们的力向上的这个力 会跟大气压墙的力的指是相等的 我怎么知道它会相等 因为它卡在76cm过后 它不下降 它也不上升 所以这时候我就知道 它已经达到Equilibrium了 那Equilibrium的话就可以知道什么 我们上下两边的力 方向相反的力是一样的 所以那这两个力是一样的话 我就不要管大气压墙的值了 因为大气压墙的值 就会跟这一段 Level的水银压墙是相等的 好那我们就用水银在这一点 的压墙是多少 好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那请问这里是我最高的水面吗 我们在做Pressure and Liquid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的Water Level取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Water Level是在76cm高的位置 这个是我最高的Water Level 然后这边的话是因为Atmosphere Pressure 帮我顶着不会动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算高度的话 我们是从这一个高度算起的 那从这一边下去到这里的话是76cm 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用P.RhoveGH 那因为我们用水银里面的压墙 从这个点的话 如果从这个点我的压墙就是零哦 然后到这个点的话 我是有一定的压墙的 所以我们就用RhoveGH的公司 我们带水银的密度 G是9.8 然后H是0.76m 然后我们整理出来就是1.01乘10的5次方Pasca 那这个值的话 我们鼓励同学把它背下来啊 因为这个值我们很常用到 就大下墙的值 我们一直会提到的 OK如果 然后看一下计算机可以把它按出来吗 好计算机的话 那Constant 40也是有啦 它是1.01325 可是它是atmosphere啦 再找看一下 好 应该这里应该没有注意到 好 这个值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像我们讲水的密度是1000KG per M3嘛 那大下墙这个值可以把它背下来 1.01乘10的5次方Pasca 所以我们现在你在坐着听我这个课当儿 那其实你也承受着1.01乘10的5次方Pasca的气压在挤压着你的 很多同学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 我们讲在水平面的话 从水的高度开始算起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我的水压嘛 OK P water水压 那如果在水面的话 那这一点的话是不是0Pasca 那如果空气的话在这个点也会是0Pasca嘛 对吗 不可以这样子理解 OK 这个这样子理解的话就不对 因为我们在水面上面不是承受水压了 我们承受的是空气粒子碰撞我们的压强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空气粒子碰撞我们的 而不是从水面开始看起 所以这个是同学很大的误区 然后再来的话 为什么我们这边突然间又提起这个水压啊 那其实我们在考虑水压的时候 我们再讲好 请问这一点的压强是多少 那我们的压强在pa 我们都要把什么 把大气压强 然后再加pa的指进来 如果我要找在a点的这个压强啊 那我要把大气压强 这里大气压强P0的值 1.01乘10的5次方 然后再加这一段深度的压强 才是我真正受到的压强的值 OK 所以我们之前上一堂视频里面不提起的话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介绍什么是大气压强跟气压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讲了一次了 其实是要考虑的 除非题目讲neglect atmospheric pressure 那不然的话我们其实要把它考量进来 那1.01乘10的5次方 pa是多大 好我们把它算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算出来 p等于f除以a 那如果我们的桌子两张合起来 就是1米乘1米嘛 那我们就1米平方咯 好大气压强是1.01乘10的5次方 然后我们的f就是那么大 我们的牛顿啊 好在桌子那两张桌子的1乘1米上面 我们会承受1.01乘10的5次方牛顿的力 那是多少kg 大概你会承受10,000kg 你会承受10,000kg的物体质量 10,000kg物体的质量压在这个桌面上面 10,000kg大概是多少 你想一下有什么东西是10,000kg的 要压在1米乘1米的桌面上面 好这样子想的话 你觉得哎 这个值很像真的很大了 好那我们就可以回去我们人的话 那为什么这个力那么大 竟然没有把我挤破掉 就是这个压强很大嘛 空下强 那为什么它对我完全没有伤害 就是没有效果 那其实不是没有效果 它是有的 因为我们体内的压强 体内啊 里面你身体里面的压强 其实是跟大压强的值是相等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才感觉不到这个效果 那如果你去高山的时候 因为压强变小了 你就有一个效果了 什么效果 你会感觉很喘 或者是你的血压升高 你的血管都会膨胀起来 这个就是因为你体内压强很大 但是外面的压强很小 那我们身体就会往外撑 这个是其中一个压强有趣的概念 然后再来的话 你会发现到你的零食啊 你如果你有经历过去云顶的话 你在山底下买的零食包 它是扁扁的 可是你去到云顶高原上面的时候 你的零食包装竟然会鼓起来了 那是不是有变多的感觉 也是没有 里面东西气体没有变 零食没有变 分量也没有变 那为什么会鼓起来 其实就是跟压强 大气压强有关系的 我们零食包里面的压强 是固定好的 是因为外面的大气压强变小了过后 我们零食包里压强就会往外撑 所以它就看起来鼓鼓的 这是跟大气压强有关的一些 指示啦 OK 好那这个我们讲完了过后 好这就是我刚才算的东西啦 好 我们的值是1.01乘10的五次方Pasca 那这边要把它记下来 那这边还有提到的是 我们除了用Pasca以外 我们还可以用CMHG跟MMHG来表达 那我们看下一个slide啊 下一个slide就会跟你讲其他单位 好那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面 还有在一个标准大气压 我们可以表达的方法有很多 那我们常用的有这一个 1.01乘10的五次方Pasca跟这个 好 MMHG HG是什么啊 HG代表的是水银 那我们这边用的是水银嘛 760mmHG 76cmHG 或者还有的话就是 0.76mHG 也有的 0.76mHG 那如果我把我的水银 换掉变成液体的话 就是普通水的话 那我的压强表达是什么方法 也是760mmH2O 或者我们用Water 可是它不会是760 它不会是760 为什么 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水银换成 白开水的话 如果我们把水银换成 引用水质来水的话 那请问我的这个高度 会卡在什么位置 那我们就做一点简单的计算呢 好 P等于RhoGH Rho我们换成水了 那么就Water咯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嘛 我们大下墙是1.01乘10的5次方 水的密度是1000乘9.8乘H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H值找出来 答案是10.3亿米 好那我们这个高度是10.3亿米 如果你要用MMH跟CMH的话 你就要写这个10.3亿米 然后Water等等东西 那下去的话 为什么不使用水来做我们的Barameter 这个测量大气压的 可以吗 其实是可行的 但是我们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想一下10米是多高 10米大概是三层楼的高度 你为了测量大气压 在水 海平面的大气压 你要找一个 三层楼高的管子 去测量 所以这个是很不实际的 我们就把它换成水银 所以水银在那边比较恰当 因为它的密度很大 水银的液体密度很大 那如果你有办法找到密度更大的话 当然你可以代替啦 但是我们这笔通用的都是用水银 然后我们算出来的答案就是1.01乘10的五次方法卡 然后又或者我们用MMH的话就是760MMH 好所以这个是关于 Atmosphoric Pressure的一些 lecture跟我要介绍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或者是有疑问的话 因为这边算是比较重要的 这里有蛮多概念的东西 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视频到这里